醫管局引入共同醫治模式 被指定的內科和骨科病人 分流到私家普通科診所複診 病情穩定 複診滿一年的病人 每年可以獲得10次資助複診 每次診今年藥費只需50元 比以往每次診剩80元 每種藥物15元的專科門審價格便宜 他們可以自由選擇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 今年第三季會先在內科試行 第四季會推薦去到骨科 除了私營不用等那麼久 好像我們回覆一次都要等幾個小時 但譬如說津貼救 每一次不用自己出很多錢 自己出少許我覺得都可以的 只是坐升降機都等半個小時才上去 人很多 減輕醫療壓力也好 在後診室大堂那裡坐滿人的 幾十個人 有時沒有位置要站 如果看這裏都是看這裏 那些醫生會更清楚 我整個那個 這裏很多都是看這裏 後面是在 estudOSHIN 減少人的